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分娱乐现在开始。 此前就有不少消息称,电视剧《玉骨遥》将在本月下旬全部杀青,但现在还没有传来肖战收工的消息,或许仍有部分戏份需要补拍,还在紧张的工作中。 这部剧同样让小少伙伴非常期待,《大神观》适应这个角色是肖战的一个全新突破。 在话剧这个舞台上,肖战的突破已经不能仅用经验来形容。 当《如梦之梦》这部话剧走过三个城市之后,有更多的人从《五号病人》这个角色中为肖战细腻地表达惊叹,同时也在清零现场的氛围中,真切感受到人性的复杂。 《如梦之梦》这部话剧本身就是非常震撼的制作,所有的演员在各自的角色中亲情演绎,把最好的状态融入到角色中,由此才带来了《如梦如幻》、《似梦非梦》的表演。 肖战全市的《五号病人》在整部话剧中非常关键,也足以看得出来他所承受的压力。 第一次接触话剧这种高难度艺术形式,肖战并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有所退缩,而是迎缆而上,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塑造自己。 在与《五号病人》交手的过程中,他有了更多的感悟和理解,同时也是对演技的沉淀。 近月有不少消息称,肖战在本月底就可能会去剧院排练。 《如梦之梦长沙战》已经进入倒计时,仅剩下五天时间,所有的演员要提前熟悉剧院的环境。 而在这个舞台中,肖战的演绎中,这三点是打动人的关键。 一、《雾后不计结果》的复出,舞台上的绽放,首次接触话剧对肖战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。 即便是面临着诸多的困难,他依然勇敢面对。 在与这部话剧的首席制作人王可然老师,轻轻交谈过多次之后,他就开始为角色做准备, 并在更多的时间里一遍又一遍排练,所有参与的演员结束排练之后, 他依然会在剧院的现场,复刻着角色的肢体语言。 出此与《五号病人交手》,很多的细节部分拿捏不准。 肖战就像一个学生一样,同剧组的前辈认真交流,并且认真记下每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正是这些用心和心血的付出,让肖战在舞台上更加从容, 让《五号病人》更能够打动观众。 幕后不计较结果的付出,他也收获了更多,这不仅是掌声和荣誉,更是成长。 二、真切的心路历程,全部奉献给角色本身。 肖战在舞台上不仅是演绎《五号病人》这个角色,更是在演自己。 《五号病人》的故事线和所有的经历中,包含着大起大落,悲痛和挣扎。 而肖战在之前的生活中,有同样的经历,在身边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中,感悟到人间冷暖。 所以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,与《五号病人》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。 这种非常难得的感同身受,让他在一些细节的表演中,也能够表达出非常细腻的感情。 这就是最打动观众的点。 观看完这部话剧的现场之后,诸多的业内剧评人也发表个人看法。 同样对肖战诠释的这个角色非常肯定,他在舞台上演自己,将真情实感奉献给角色,并融入到角色中。 这是成功的。 三、台前幕后的交织,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敬畏,如梦之梦在全国走过三个城市。 每一次结束谢幕的时候,肖战的眼眶都是通红的。 就在《青岛战》中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镜头,他的围巾上还有泪滴。 很多人都读懂了这些泪痕,与这个角色交手的过程中。 肖战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一路走来的风雨波折,同时也是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敬畏。 有了更多的舞台经验后,肖战的表演才更加从容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成长, 让自己的演技直线提升。 未来可期,我在肖战的身上看到了这四个字的最好解释。 肖战捐一百万倍嫌少,其实他做的远不止于此。 一场暴雨,让国人将焦点瞬间定位在郑州这座城市。 灾难面前,国人众志成城,纷纷捐款捐物,明星自然也不例外。 但和往年一样,捐款进了一出。 不少明星变薄数致已,而今年肖战便是其一。 在灾情发生后,肖战工作室迅速做出反应,向郑州红十字会捐款一百万元。 并表示,近年薄之力,望一切平安顺遂,河南加油。 而后又在评论里称,此前护名少录入一个十字。 现已完成重新打款,并和银行确认款项到账。 随时接受大家的监督,灾情担忧急切,希望善款可以最快抵达。 如此富有善心和心动力,本应获得赞许。 但却遭受了不少网友的质疑,他们先是拿之前工作室的操作失误做文章,指责肖战诈捐。 在工作室回应后,又表示肖战作为顶流。 人气和地位在圈内都首屈一指,平日的代言更是秒杀重心。 以他的财力,只见一百万是否太少了。 其实了解肖战的都知道他思为顶流,但走红也不过几年。 代言产品销量虽然可观,但代言费是固定的,且给国货里面这些品牌很好的价格,并没有漫天要价。 即便如此,他在众星的捐款力度也不小。 孙丽邓超、谢娜张杰夫妇作为圈内的一线明星夫妇,合体也不过捐款一百万。 此外,其实他还做了很多,或者说他的影响力,让小飞侠们做了很多灾难发生后。 肖战粉丝组成郑州志愿者团队为当地捐赠抗灾物资,并于2021年7月21日下午2点40分发车从石家庄出发。 物资将交由防讯指挥部统一安排协调使用,能在关键时刻有组织地进行抗灾救援,可见小飞侠们的行动力之强。 其实在此之前,有全国各地的肖战粉丝组建的小飞侠公益,已经帮助过很多人。 这次的事情只是在西松平常不过的一次。 他们组建了各地的公益站微博,时常在微博上更新各种公益动态,十分的正能量。 除了有组织的小飞侠团队,不少个人粉丝也纷纷献出爱心,用实际行动助力河南。 他们晒出捐款证书,虽然钱不多,但都是一份心意。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叫小飞侠。 诚然,他们本身就是很善良的人,但偶像给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。 所以说偶像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,不要再说肖战捐钱捐的少。 他和他的小飞侠们还做了很多很多,在那面前,中华儿女是一家与其苛责他人。 不如完善自我,力求在困难中。